大家好 欢迎收看速途台海 那这个民众党跟柯文哲最近可以说是 民众党在全台范围内唯一的这个县市长高宏安 因为涉及了贪汪一省被判了7年10个月 没想到柯文哲马上就爆出了政治现金的申报的事 涉及了做假案的问题 再加上柯文哲在他的台北市长的任内 涉及了三大弊案 包括金华城案 台北市这个科学园区案 以及这个台治官案也传出风声 接下来要被检调调查 可以说柯文哲和民众党被民进党 最近呢一阵狂打猛开 赖清德绝对是要把柯文哲拨下一层屎 民进党各方面轮番的攻击 再加上整条理论的压力 民众党现在的支持度可以说是狂调 柯文哲从原来的一席串红的 网通样的一种政治人物 神一样的政治人物 现在便是被讽刺为台湾历史上堕落最快的一个政党的主席 民众党也成为台湾史上发展壮大最快 也堕落最快的一个政党 那为什么会这样 民众党和柯文哲今后何去何从 我们先从这次的政治献金这个做假案的这个问题来分析 这个案子发效非常的快 为了尽早直写 刚刚过去这个周末两天 柯文哲亲自率军 全面查账 一笔一笔的查 昨天呢 柯文哲与他的最重要的助手 也就是2024年大选时 他的这个竞选处干涉 黄珊三 副统干涉 陈志涵 财务长跟李文忠四大剧统 亲自召开记者会进行道歉 那黄珊三呢 现场还哭了 压力可想而言 事情有多大跳 大点可想而言 从目前来看 做假账 跟这个虚假申报 应该就是一个事实 不管柯文哲跟黄珊三 他怎么都承认了 这就是一个事实 但他们呢 同时也强调 这个不是他们两个人的主观的那种范益 他是没有涉及到个人贪污的问题 而是被会计师 这个端木认 跟这个财务人也给坑了 是会计掺制 这个做假杀 但是呢 这个案子一旦爆发了之后 你很难靠你们自己的方法 来取评民众 只能由调查机关 最后去认证调查 因此呢 柯文哲与黄珊三 有没有主观翻译 有没有被他人陷害 是不是涉及到贪污 或者就算是没有贪污 而故意利用选举来赚钱 所有的这些问题 都有待进一步的调查给理清 你看柯文哲的妻子 陈佩奇 他为了辩护时 就意外的心中招供说 他说当初选举的时候 以儿子的名义 以儿子作为人统 去违法开设公寸 还说自己 是算是有主观翻译 但是没有犯行 你看这样的说法 让整个案子 更以下的扑朔不明 自己的老婆 如今才是柯文哲的组队友 因此外交局质疑柯文哲和他的团队 可能涉及洗钱 不管怎么样 这些都有待与施法去调查 但是这是风波 可以说是民众党成立以来 最大的政治风险 这是可以肯定的 而且柯文哲在台北市场任内的三大案件 都已经被人提告 而且涉及到多项的罪名 因此未来柯文哲是否会被起诉 会不会坐牢 可以说是复活难料 弊案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 这是一回事 但是要不要查案 这是另外一回事 在台湾查或者打这个弊案 很多时候其实是攻击政敌的最好一种办法 赖青的你看从5月20号开始上台 就加速地查处民众党这些案件 这当然是最政治的一种追杀 当然是敲山政府 当然是制造寒财效应 这次柯文哲扶软投降 那未来民众党将大概率 回归这样的小率的任务角色 那柯文哲也可能会回归这个墨率的这种定位 那今后的民众党在立法机构 与国民党的合作必然会减少 也不再会扮演这种杀杀批准作用 那今后的民进党呢 原本它是少数党的角色 很可能为了因为绿跟白的合作 而变成多数党 那赖青的又会神气起来 又会在两岸关上硬起来 那国民党可能单独的变成一种少数党的话 它也会硬起来 所以三党沆瀣一气 两岸关系将会更加的危险 但如果个人的判断 我认为以柯文哲的个性 他可能会选择勇敢地面对 可能会选择对民进行一种反抗 反对赖青的对他的一种政治追杀 那2026年九合一的选举 比如2028年的二合一选举 这种蓝白河的可能性 我个人会觉得被增加 民众党和柯文哲已经误格到 只有蓝白河站一条活路 或者民众党和柯文哲将加速进入历史的垃圾堆